我們其實碰到卵巢癌的病人 其實有的也是 育後也不會那麼糟糕 他只能說他真的是運氣運氣很差 他連讓你照顧的時間都沒有 我想說好歹有的奮鬥一年兩年之類的 那就兩個月就一路集起直下 到底是老天要給我什麼樣的特別的 是要讓我能夠更能夠視病有輕呢 還是說在醫療上面 不要像以前這樣子 以前就真的只是看病而已 這個視病有輕真的在生病的當下 你會發現到 其實一個病人他真的不舒服 或者有一些不好的症狀 你要克服的不是他的疾病的問題 還要克服他心理上的層面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開刀副癌的吳醫師也幫忙 吳醫師有跟我講說 要不要跟他講真正的情況 那我會認為需要老實講 可是事實上真的老實講他那兩個月他其實心裡一直很擔心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你不要腦袋一直鎖定你是第四期 你就應該鎖定你只是個癌症 我們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治療 他到最後他不想看到那吳醫師 他說他每次來都跟我講那些不好的事情 因為疾病是一直往下走 在加護病房的時候他都跟我講說我今天又怎麼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治療了 因為他已經怕了 病人的意識如果已經消沉了 根本就是這樣都打不下去了 我其實有點後悔 就是我不應該跟他講的 當然要跟他講說你是得這個病 但是不應該跟他講的這麼糟糕 我們以前有的病人他最後走了 他連他自己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那這樣會不會對這病人本身是真的比較好 這種就是你要去感受到已經快要走到後面的那種病人 你要怎麼樣去治療他 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這個是以前從來沒有學過的 以前就只是看個數字嘛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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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這個的話 你多了一個人的因子考慮進去 其實這思考方向會絕對絕對的不一樣 有的病人你只跟他聊聊天 不用開什麼藥 或者開一個很簡單藥他就會好 為什麼 他的問題不是在這裡 他的問題可能只是有人關心他 有人跟他講 多加一個人的因素在裡面 才是真正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完善的醫療 在過去很多事情 很多都是可逆的嘛 犯了一個錯或者怎麼樣 下次不要再怎樣怎樣 你又就是不會有那種遺憾 可是這種事情發生了之後 你會發現到它是永遠不可逆的事情 然後結束回到家 你發現就這樣子沒了 就是很空虛什麼都沒有了 只剩我兒子兩個在那邊晃來晃去 那你總是要慢慢慢慢再站起來嘛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他就 我就問他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講的 然後他就停了一陣子跟我講說 你不是今天下午還要門診嗎 你不是明天還要開刀嗎 我說那個等一下的事不急 反正我有事我就會去做 沒事我就回到他旁邊 包含他跟我兒子講的事情 也在問他說你功課要寫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只有講這些事情就過去 包含我在問那些 所謂的通靈人士 也是在問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你很想知道 他有什麼事情要跟你講 有沒有什麼事情沒交代的 然後我那個朋友他講了一句話 他這句話就真的有療癒到我 他就講說你老婆在乎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你的生活 對因為他一直在講你要做什麼事 因為你就是他全部 你只要過好他就能死 對這個就給我很強烈的感受到 最重要就是原來他在乎了你這個 因為我本身那時候有 之前有糖尿病也一直在追蹤 我太太走了以後大概八九月 因為三個月追蹤 後來回去做抽血報 他就想說你最近怎麼了 他知道我有發生這些 他說你的糖尿病是正常的 肝功能怎麼算是全部恢復到正常 因為一下瘦掉了八公斤 那時候因為老婆發生這事情 我不是變得非常的無聊嗎 天天回到家就坐在沙拉前面 沒事幹 那你就會去騎車去運動 你改變你生活的作息 你會發現到看到不一樣的世界跟文化 後來經過這樣長期的激勞症 你身體變健康了 這個也算是間接他給我一個禮物 他讓你去做不一樣的東西 能幫忙人盡量幫忙人 因為還是有很多人需要你的幫忙 也因為這樣上很多節目在講這個 把你這個傷痕講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在過程 在描述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療癒 那當然還有一個附加的價值 就是其實有些人聽到我的事情 他可能會 第一個會比較更珍惜身邊的人 第二個就是 他可能會注重自己身體的健康 那陣子因為腸上媒體 裡面一堆來檢查卵巢癌的病 對 那但這是絕對好事 因為這個卵巢癌常常發現就是默契 因為他不痛不癢 你至少一年做個穿脫啊什麼檢查 這也不是很過分的事情 我覺得他的離開給我一個不同的空間和時間 去看到世界 這個世界和這個社會不一樣的一個角度